对于深层肌肉而指针第二层 是不是能起到松解肌肉的治疗作用 我觉得它这个问题是大概这个意思 说你这个肌肉很深 那你指针第二层 能松解到下面层吗 比如说肩胛体积 那它在斜方肌的底下 下面 那你只松解第二层 你就把斜方肌松了 那你肩胛体积有用吗 有用吗 这是个问题啊 这很好的问题啊 为什么说我们这个针法 它与传统针法不同 就是因为有动态流针 带针运动 如果你指针第二层 你没有运动 那你就不会起到松解深层肌肉的作用 但是呢 你通过运动 这个运动的传导 就完全可以松解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针 虽然在第二层浅筋膜 但是运动的传导力 它就能够通过筋膜链的传导 能够达到第三层的筋膜的数据 这个呢 有深厚的筋膜理论的基础 这也是基础课的内容 我们要专门讲这个 肌筋膜和筋膜链 等等的这些知识 你了解了这些知识 你就知道运动的重要性 咱们呢 是病人在运动 我们呢 做了第一步 把针扎进去 通过不同的手法 这是我们的工作 下一步工作 就靠病人了 你知道他怎么运动 你才能够松解 这个更多的肌肉 不仅是深层的 包括笔银的 包括旁边的所有的肌肉 一群都有可能松解 所以呢 这个运动的 待针运动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动态流针 我们说是核心 运动是核心 有些针法呢 它不是病人运动 而是呢 医生呢 自己啊 针法倒了倒去 也有一些针法呢 他用特别的啊 运动方式来运针 也是可以 但也能达到松解筋膜的功力 但是我觉得 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能够啊 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 能够加上 呃这个能够知道啊 筋膜链 它一直呢 是在啊 这个 这个起的作用 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不用说的 去倒来倒去 那个针 病人呢 感觉很疼 很痛苦 就是你不做自身体了 他也能解决问题 只是你运动的呢 你要多一些 那就是我们这个针法呢 上次在德国课的时候 我讲的 他不仅呢 说的是包括了啊 咱们这个啊 医生的工作 也包括了病人的运动 就是医患 共同的作用 来起的作用啊 这个也要特别注意 我们发动了病人的主观能动性 让他本身的运动 就能够对他进行治疗 所以这个呢 是传统针法 所不具备的 我们呢 不管治疗什么病 都要呢 要病人一起配合 那么他的主观意识 本身 其实也是一个治疗啊 这个是心理层面的知识 咱们就不细展开讲了 因为呢 这个心理因素 对整个的病情的影响啊 各种病情 它都有 这不是违心论 但是呢 这个神 咱说挑神 这是不可忽视的